青木瓜沙律酸辣开胃 是很多人喜欢的泰国菜 就连泰国公主施林通 15岁的时候 都曾经创作过 《青木瓜沙律》之歌 将食谱变成歌词 青木瓜沙律我们就吃得多了 究竟它在哪里起源 怎样才为之正宗 我们就来到泰国的伊线找答案 泰国东北部 20个虎 合称伊线 相隔一条湄公河 就是鲁窩 青木瓜沙律 最初是在伊线和鲁窩起源 泰文叫做松垢 松的意思即是酸 垢即是中碎 亦做青木瓜沙律 其实都不是太准确的 起初的人 以罗望纸 芒果 山陀儿做这一道菜 因为当时泰国 根本没有青木瓜 直到大航海时代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和这枝木桩 先放入蒜 辣椒再中碎 再加入酱汁 切碎材料逐一放入去 一边中一边搅拌直至均匀 平时我们吃到的 多数是泰式的青木瓜沙律 来到伊线 当然要试试正宗的吃法 东北的青木瓜沙律 跟我们吃开最不同的 就是要加这个叶鱼酱 要醃6个月那么多 很多伊线菜都会加入这种发酵鱼酱 味道比虾酱更加浓烈 提升整道菜的咸香味 正宗的青木瓜沙律 是超级辣的 辣到嘴和喉咙叮好像火烧 而泰式就比较着重甜味 会加入椰糖 比较适合香港人的口味 至于食材 除了青木瓜 车尼茄 青檸等等的食物 伊线人喜欢加入青茄子 而泰式就会加入花生碎 时至今天 这道菜可以按个人的喜好 加入不同的材料 例如豆角 咸蛋 菠萝 叶蟹等等 下次不妨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地道的台式早餐 一事难忘的茶饮 精挑细选的住宿 令人流口水的美食 和令你乐极忘形的好去处 只想去台北有超过100页精彩推介 还不快去只想旅行网站 免费下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